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明镜头条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 唐纳德 特朗普在蒙大拿集会上 选用席林 迪翁的经典歌曲 《我心永恒》引发的争议和嘲讽 在这场集会上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 观看了这首来自泰坦尼克号的歌曲视频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艘沉船的故事 这让许多人觉得 选用这首歌非常具有讽刺意味 尤其是在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的民调 首次超过特朗普之后的几天内 这一选择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广泛的嘲笑 有人甚至称这完美地契合了特朗普竞选活动 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只 此外 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未经授权使用歌曲 他在2020年大选前也曾使用过《我心永恒》 而其他艺术家如The Smith和汤姆 佩蒂的家人也曾对他的未经授权使用歌曲表示反对 究竟这次的音乐选择是巧合还是另有深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蒙大拿州的一场集会上 唐纳德 特朗普因选用了席林迪翁的经典歌曲 《我心永恒》而引发了广泛嘲讽 这首歌曲原本是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配乐 由于电影讲述了一艘豪华客伦沉默的悲剧故事 这使得歌曲的选用显得极为讽刺 尤其是在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的民调首次超过特朗普之后的几天内 在8月9日的集会上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在等待他登台时 观看了一段席林迪翁演唱这首1997年奥斯卡获奖歌曲的视频 这个选择立即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和嘲笑 许多人指出《泰坦尼克号》是一部讲述沉传的电影 而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也被比喻为一艘正在下沉的船只 社交媒体上有人调侃到 席林迪翁允许特朗普使用他的《泰坦尼克号》歌曲了吗 这真是太合适了 因为他的竞选活动正在沉默 另一位用户则表示 这与他的竞选活动现状太吻合了 认知失调令人震惊 还有人补充道 我忍不住笑了 这完美地契合了特朗普竞选活动 是一艘沉传的比喻 其实这并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在集会上使用《我心永恒》 他在2020年11月大选前也曾使用过这首歌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之前 也曾多次被经过授权 使用其他艺术家的歌曲引发了诸多争议 2024年1月 The Smiths乐队的吉他手强尼·马尔公开表示 对特朗普在集会上播放乐队1984年的歌曲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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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 Me Get What I Want感到震惊 2020年7月 已故摇滚歌手汤姆·佩蒂的家人 也对特朗普在塔尔萨集会上使用他的歌曲 I Won't Back Down表示强烈反对 称特朗普未经过授权使用这首歌 佩蒂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 让太多美国人和常识被抛在脑后 他们进一步表示 汤姆·佩蒂和他的家人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和歧视 汤姆·佩蒂决不会希望他的歌曲被用于一场充满仇恨的竞选活动 他喜欢将人们团结在一起 不仅如此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还在2020年8月因使用尼尔·杨的两首歌曲 而被提起版权侵权诉讼 尼尔·杨称这是场 无知和仇恨的竞选活动 并采取法律行动以保护自己的版权 这一系列事件凸显了特朗普竞选团队 在使用音乐时常常引发的争议 艺术家们不仅对特朗普为经过授权使用他们的作品感到愤怒 还对这些作品被用于特定政治目的表示不满 这些事件之间的共通点在于 艺术家们普遍认为 他们的音乐不应被用于宣传他们不认同的政治观点 习林·迪翁的《我心永恒》 在特朗普集会上的使用 因其与电影《泰坦尼克号》的情节形成了讽刺对比 成为了社交媒体上许多人的笑谈 许多用户纷纷发表看法 认为这首歌完美地反映了特朗普竞选活动目前的状态 一艘正在下沉的船只 这种讽刺性的选歌不仅在公众中引起了广泛讨论 也凸显了音乐在政治活动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形式 也是一种强有力的表达方式 能够传递情感和信息 当音乐被用于政治目的时 其影响力和意义往往会被放大 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 总的来说 特朗普在蒙大拿州集会上使用习林 迪翁的《我心永恒》 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大量嘲讽和讨论 许多人认为这首歌的选择非常讽刺 这再次凸显了特朗普竞选团队 在使用音乐时面临的争议 艺术家们对位授权 使用他们作品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 并采取法律手段 维护自己的版权和艺术完整性 音乐在政治活动中的使用 需要更为谨慎和尊重 以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议和法律问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特朗普 在蒙大拿集会上选用习林 迪翁歌曲《我心永恒》的事件 首先 特朗普选择这首歌 有其深意 这首歌是从电影《泰坦尼克号》来的 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 充满爱与勇气的故事 特朗普选用这首歌 或许是想传达他对国家未来的 无限希望与信心 就像泰坦尼克号上 那些勇敢面对灾难的人一样 楚天书 你确定不是在讲笑话吗 泰坦尼克号 可是关于一艘沉船的电影 特朗普选用这首歌 简直像是在自嘲 尤其是在他的竞选活动 陷入困境的时候 这就好比在自己的葬礼上 播放派对动物 太讽刺了吧 特朗普这么选 简直是给反对派 送上了一记完美的嘲讽素材 谢奇奇 你说的没错 这部电影确实讲述了一艘沉船 但不要忘了 泰坦尼克号也是关于爱情 勇气和希望的故事 特朗普选用这首歌 也许就是在传递这些正面的价值观 此外 总统竞选活动本来就需要吸引眼球 让人们记住 选用这首歌 正是让人们在笑声中记住了他的集会 这也算是一种成功的宣传手段 楚天书 你这样说 我差点以为特朗普在搞脱口秀呢 不过说真的 特朗普选用这首歌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都让人感觉他的竞选活动 像是一场滑稽剧 再者 他不只是用过这首歌 之前还未经授权使用过 很多其他歌曲 这样的举动本身就引发了不少争议 比如The Smiths和汤姆佩蒂的歌曲 人家明明反对他的政治立场 他还硬要用 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谢奇奇 虽然特朗普为金授权使用歌曲 确实引起了一些争议 但这也显示出他无谓挑战的个性 他不拘一格 敢于打破常规 这正是他的支持者所欣赏的一点 再者 竞选活动中使用歌曲 本来就有一定的宣传效果 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 都能引发话题 就像《我心永恒》这首歌 即使被嘲讽 却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他的活动 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成功吗 楚天书 你的意思是只要能引起话题 哪怕是被嘲讽也无所谓吗 这种观点太过激进了 竞选活动应该是展示候选人理念和能力的场合 而不是搞笑和引发争议的舞台 特朗普这样的行为 让人怀疑他是否真正有能力带领国家前进 说到底 还是需要更多的实质内容和实际行动 而不是靠这些博眼球的手段来吸引支持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